雍正娘俩简直就是互为天敌 没有一点亲情可言 康熙61年公元1722 康熙驾崩 雍正登基 在惊心动魄的九子夺敌战中 雍正表现出色 终于笑到了最后 按照惯例 母一子贵 雍正要做的第一次 第一件事是要封自己的母亲为皇太后 分享胜利成果 可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生母乌雅士就是不给面子 不但不当皇太后 还要寻死密活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乌雅士寻死 是出于对康熙的爱 不给雍正面子 是因为娘俩根本就没有感情 康熙17年10月30日 1678年12月13日 银时 一个婴儿在北京紫禁城永和宫 姑姑坠地 这个婴儿就是应征 雍正皇帝 此刻 作为生母的乌雅士 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因为她马上就要跟亲生骨肉分离 乌雅士出身卑微 她的爷爷只是内务府的一个包衣奴才 父亲是个基层军官 因此她连参加选秀的资格都没有 是以宫女身份进宫的 是康熙帝后宫中最低级的女子 如果不是康熙爱吃野味灵性了她 而她又偏偏怀上隆重 生下皇子 自己是永无出头之日的 即便如此 因为出身问题 自己也没有资格抚养亲生儿子 必须要让有身份的妃子代为抚养 应征出身后 前来执行的宫女果然来了 将墙堡中的婴儿抱走 转身交给了康熙的童家皇贵妃 也就是后来的孝毅人皇后童家是抚养 常言道 生身没有养身重 应征是童家是养大的 她对生母乌亚氏没有感情 按说应征对生母没有感情很正常 可是乌亚氏对这个从小给了人的儿子 也没有什么感情 康熙28年1689年 孝毅人皇后童家氏因病去世 这时候的应征已经成长为11岁的少年 乌亚氏也已经升为德飞 具备抚养自己亲生儿子的资格 而康熙也因为童家氏去世 希望把应征交还给其生母乌亚氏 一般来说 生母对此求之不得 谁知道乌亚氏以遗养有一子 皇十四子为由 拒绝了 乌亚氏的举动也让人不解 也让应征本人十分寒心 其实乌亚氏这样做也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应征在幼年的时候就很势力 他的生母乌亚氏出生低微 亲外祖父家也没有什么背景 反倒是抚养他的童家氏娘家地位尊贵 外公同国为既是一等公 也是国舅 因此 年幼的应征就与同家氏的娘家走得比较近 对同家氏的弟弟龙科多 更是舅舅长 舅舅短 比亲舅还亲 应征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背景 才会在夺敌大战后来居上 实现弯道超车 登上皇帝宝座 因此 母子关系疏远再正常不过了 尽管如此 天下人都知道雍正的生母是乌亚氏 雍正也不能不要娘 而且雍正的养母同家氏也已经坐骨 不管内心是否情愿 认亲娘的程序是必须要走的 按照清廷的规定 皇太后应该住在宁寿宫 所以雍正即位后 她的母亲乌亚氏 按说应该有永和宫 搬迁到慈宁宫或者宁寿宫居住 但是乌亚氏就是不走 这让雍正脸上挂不住 你又不能强拆不适 乌亚氏此举不只是怄气 她也很委屈 自己把全部的爱都给了自己的小儿子 皇室四子允知 对亲亲的皇上爱不起来啊 允知出生时 雍正已经十岁 乌亚氏已经晋升为德飞 有了抚养皇子的资格 因此 允知是在由他亲自抚养大的 幼子承欢膝下 为乌亚氏带来了无尽的快乐 母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而且小儿子允知和大儿子应珍 是皇位的竞争者 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所以她对皇太后这个名分 并不热衷 心里更牵挂的是小儿子的安危 永现录记载说 群臣清朝皇太后 传一旨 不受 父故请 从之 与子宫前拜 叩头谢恩 仍还宫 一旨 我自幼入宫为妃 在先帝前毫无尽力之处 将我子为皇帝 不但我不敢想 梦中亦不思道 我原欲随先帝同去 金皇帝说 太后圣母若随先帝同去 我亦随太后圣母同去 哀肯劝阻 未遂其至 若穿锦绣 受我子行礼 实为不合 意思是说 雍正的生母 不愿意当皇太后 只想追随先帝康熙而去 不仅如此 乌亚氏连雍正 为她准备的辉号也不要 雍正给其母亲上的是 人寿二字 可是乌亚氏说 先帝子宫尚未葬入灵寝 自己接受辉号不合适 雍正听了哭笑 因为清朝并没有先帝 为葬灵寝 皇太后不得上 辉号的规矩 所以雍正认为 老妈这是故意捣乱 表达对儿子当皇上的不满 后来雍正见自己 下不来台 就对母亲说 如果你不接受封号 我这个皇帝也不干了 听儿子这么一说 乌亚氏才以大局为重 不得不让步 大儿子当了皇帝 乌亚氏并不开心 他担心的是 小儿子有什么麻烦 因为小儿子跟哥哥 是争夺皇位的对手 雍正对他也毫不客气 雍正即位时 允知不在京城 而是在甘州 做辅远大将军 等允知回到京城后 雍正却不允许 他见自己的母亲 这就令乌亚氏提心吊胆 非常不快 不仅如此 雍正还夺去了 弟弟允知的兵权 让他到东陵 去看守康熙皇帝的警灵 雍正还限制了 弟弟家人的自由 甚至还停发了 他们的心灵 因此 作为母亲的乌亚氏 非常不满 给雍正出了一个 又一个难题 对于母亲的 所作所为 雍正估计 废都气炸了 但无论怎么说 那是自己的亲骂 自己不能做出格举动 毕竟自己的皇位 来得不那么名正言顺 全天下的人都在看着自己 如果母亲有个三长两短 那不是一人口实吗 在注重封建礼教的宫廷 乃至社会的语境中 自己岂不是禽兽不如 可是怕什么来什么 雍正元年1723年5月22日 雍正登基半年左右 生母乌亚氏 人寿皇太后 还是撒手人寰 有说法是一头撞死的 有人说是雍正逼死了母亲 显然不符合事实 因为雍正刚刚登基 地位尚未巩固 怎么对母亲下手 即使说乌亚氏自杀 经理上也说不过去 因为乌亚氏担心 小儿子允知安全 是不会自杀的 因为他是小儿子的保护伞 他活着 大儿子雍正就会有所忌惮 他走了雍正就会无所顾忌 所以乌亚氏自杀也是说不通的 不管怎么说 乌亚氏并没有因为大儿子当皇帝 自己当皇太后而高兴 反而忧心忡忡 一直牵挂着小儿子的安危 可以想象 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是放心不下的 怕小儿子受委屈 世界上有两种老人 一种老人向着有本事 有能耐的儿子 一种老人担心 没能耐的儿子过不去 后一种父母才是正常且伟大的 乌亚氏就是这样的母亲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点击订阅按钮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您的点赞订阅 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